拖延正博主终于吃上馅超多的抹茶奶酥蜜面包了 用乳烙替代大部分黄油做馅,好吃不怕胖 先来做个抹茶奶酥 加少量黄油帮助馅料凝固 记忆的可以用奶酪替换掉 依次加入粉类拌匀 加一点牛奶或者鸡蛋 让抹茶奶酥可以混合比较干就好 再来偷用老妈买的和面鸡打个面团 除了黄油之外的材料都一股脑倒进去 直接按面包模式搅打5到7分钟 大米面团会有点磨砂质感 7分钟打出这种厚磨状加入软化的黄油 继续搅打5到7分钟 面团出缸还是哑光磨砂质感 弹力很足,8到9成筋磨 秋冬打面可以很好地保持在22到24度 打面缸也很干净 取出面团直接分割4份,110克每个 滚圆后收口朝下,保湿松弛20分钟 松弛后轻微擀开 翻面压薄边缘,中间放上冷藏好的抹茶奶酥 包法随意,贴着馅包也不要漏馅 收口朝下,摆入烤盘准备进行发酵 底部放一盘水35度发酵1小时 发到1.5倍大,取出撒上大米玉拌粉 浅浅划一个十字 送入预热好的烤箱中层,180度烤20分钟 淡淡米香包裹着微苦的浓郁抹茶 切起来都能感受到这软糯Q弹 抹茶控已经控制不住要下手了 提起来都, 200分钟烤超imp 双米香包裹gged を切成改善热好的断素 双米香包裹着微波浓 knowing